63岁 才华横溢 一好叔叔一上来就带着东西 这是您平常收藏的 还是您自己的作品 是我自己创造的一幅书法作品 大爱无家 愿天下有情人 忠诚眷属 单身老年人 不再孤单 夕阳更美好 为选择栏目 点赞 今天的他 却为艺人而来 一米六零 一米六不到一百斤 那这身材怎么保持的 这感觉比王老师还瘦似的 我还就没胖了 这属于太苗条了 一般人达不到 他们能否在选择舞台一见倾心呢 更多精彩 尽在今晚的选择 大家好 很高兴在每周一到周五的 二十一点三十分 零整齐时候在电视机前 收看我们的选择 我是小燕 那今天呢 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位专家老师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 律师霍明亮 欢迎 心理专家王颖 心理专家金盈 欢迎三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掌声 把首先登上选择舞台的 这位男嘉宾请上来 掌声有请我们的一号男士 你好 这几位老师好 一号男嘉宾徐振虎 六十三岁 北京人 扫铁路局退休 一号叔叔一上来就带着东西 这是您平常收藏的 还是您自己的作品 是我自己创作的一幅书法作品 您这写书法写了多少年了呀 写了小四十年 我们先欣赏一下 大爱如江 愿天下有情人 忠诚眷属 单身老年人 不再孤单 夕阳更美好 为选择栏目 点赞 让爱拨满人间 这是新丑年 新丑年是今年的天丹地支的 这字是准备送给我们的 送对 太好了 那我代表我们两个组 谢谢您了 比较有素质 有涵养 而且有追求 那咱们肯定也欣赏 也想要长平了有素质 有能化的修养 对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徐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关键词有四个 雅浩 每个县里选四个人 照顾他时我每天有笑容 儿子说你该找个伴了 这个雅浩 就是您的这个毛笔字是吗 应该是两个雅浩 一个是练习书法 一个是练太极拳 毛笔字 您应该说写了有四十年了 四十年应该是从上学时候开始 我们那个年代上学的时候 还开这个书法课 就是苗这个防影印好了的 就是苗红模子 但这四十年就没有断 就一直这样写下来了 是不是在单位也会参加一些这样的比赛 曾经做工会干事做了几年 就是组织书法比赛 向曲比赛 这正好跟您的爱好就沾上边了 那我写个通知 我就用毛笔字来写 抓住机会进行字文 所以这四十年这个字 不是说得空捡起来 您几乎就是没落下 工作当中也会用到 我们来看看这个一号先生 他其他的一些毛笔字的作品 红军不怕远征南 万水千山只等闲 也就是说1997 咱们国家大事是香港回归 97和98我们单位 按照上级的部署 就是我们铁路单位上级部署 开展庆祝活动 我就创作这么一幅作品 这是98年 我们叫庆祝香港回归一周年的时候 这时候我写出来的作品 得奖了吗 获得了一顿奖 是什么整个铁路部门里面的一顿奖 那不是不是 我们建筑段 就是我们上千人的单位 那还够厉害的 这个比较新 这等于是去年 大家咱们抗议期间闲着没事 老在家里宅着 寒门出孝子 国难有忠臣 是因为我的一个同事 家里管教儿子 儿子有点陶器不太听话 刚好是年轻逆反心理的时候 我把传统的文化 就说这个 我也让我们这同事明白一下 为什么过去家境出身比较贫寒的人 容易出校 您看您这个 教育孩子 然后送一幅字过去 真的很雅 这您家里挂了多少作品 挂个有地方我就挂呗 在家人不反对的情况下 我就挂上 因为好多也挂的不是我自己的 挂的是有的其他的人的 我想学的那种的 必须得静下心来 才能说写 写东西是画东西 你看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雅浩 一个是写毛笔字 刚才说还有一个是什么 练太极拳 练太极拳还有个小故事 我曾经值班的时候 摔了一跤 得益于太极拳 因为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公司 这个楼梯是一个露天的楼梯 结果那个作卫生的人员 在冰天雪地的时候 他拿顿木会塌了 结了一层冰 每天没事 晚上天气漆黑的 过了十点钟 晚上快下楼到值班室睡觉 我上楼上我的办公室 拿着一个洗颤盆 洗漱用品 盯着一个冷壶 一个是喝的 一个是准备要洗脚 要睡觉喝 一步漫出去以后 整个人就腾空了 结果我的脚还是清了 四面朝天 顺着这楼梯 登登登登登登 九步到十步的楼梯 我应该颠到一多半 就是五六步 实际上吃力是 就吃着腰的一部分 他肯定当时疼啊 皮肉他瘦了 痛苦了 回家让我们儿子看 结果我儿子一看呢 说您这都清了 清了大概两个月才下去 我儿子后来夸我 说爸爸您真够筋摔的 结果我们同事也夸我 说徐公徐公你真成啊 这要是我们摔 还不得散架了 还不得爬床爬半年 这就是说太极他自身 有一种协调的能力 各位平时有做什么运动吗 就是三步 就是六二 三步六二 有时候我那什么 我抖空族 甩那片龙 你真是玩的不少啊 还大龙 两个空族过的一块 也就是学在玩 每个县里选四个人 这当时是怎么回事啊 说的是我是招工 我的祖籍是 也是咱们北京人 是顺义县的人 我身份是农民 我现在从初中 上小学到高中毕业 是在农村上的学 招工呢 也是一个国家 一个重要部门在招工 在京东四县 顺义怀柔 密云 平五 每个县选四个 也就是说我们顺义县 也合四个人 全顺义挑了四个人 当时是特招 你们又要去干嘛去啊 应该是派出国的 机要人员 过两个月以后 换一个单位来接受我们 换一个单位 也就是原来那个派往 出国的那种 那个人选 人家说内部调整 暂停 招工 就被铁道部的一个 也是很保密的一个单位 最后来去了铁道口 您都做过相关的 哪些职业啊 从技术员 助理工程师 到工程师 您这经历还是挺复杂的 但信访的那段是什么时候啊 信访工作 它是有点人员接替不上了 让我去也是有点 有点赶牙子上架 信访来人 也就是所谓的来诉苦的 来闹事的 来找领导 来申请解决问题的 您都怎么处理 降压降火为标准 先不要闹 他因为他是来找领导的 我是第一道 我们上楼的第一道关 对着那门 就是我们信访接待 每天都会有人来吗 不会是每天来 一周有时候接待 五个六个都有可能 那也不少 是不少 您就是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反应上去 这个气冲冲的来了 送走的时候 让新平行器和子走 然后再留下电话 留下电话说 那意思咋热天的 就不要来了 我回去跟领导回报 态度非常坚诚地 做好笔记 在我们那个年代 国营企业 如果是一个人 像他这样 这么严于利己 就是特别要求自己严格 而且他得干一行 钻一行 爱一行 那就能够得到 领导的重视提拔 所以我觉得这工作 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能把它做好 我觉得特别需要智慧 就像您说的各方面 都要平衡好了 但是我觉得有这种智慧 您这个家庭生活 应该是处理起来 游刃有余是吧 我们一路走来 他们家是满族家庭 我们等于相当组建 一个满汉家庭 我是汉族 他们家是带齐的 带齐的人很有派 比如说要吃碗面条 我吃碗面条 可能我做一个马杂 或者搁上两盆蒜 把面捞好了 搁上点酱 拿上半条黄瓜 坐这就吃了 他们要摆在桌子上 这个几二小菜摆在这 把腿翘起来 然后慢慢地吃着点面 那你们俩这间生活起来 没有矛盾吗 看上去您不讲究 但他特讲究 他不讲究 是他们家里别人讲究 但是他文化理念上 他就有差异 对啊 但我听说人家 虽然悠哉悠哉过日子 但另外一方面 还是挺能的 你讲的是炒股票 理财啊 做理财 脑瓜反应比较快 第一波牛市打了一个平手 算下 下在这水里边 学习一趟 有赔有赚 最后一算账是平了 第二波牛市 全民在炒股 他花了十万块钱 买基金 涨到了十九万多 马上就要翻翻了 他特别理想啊 心情处在那种兴奋状态 我就意识到 我说这个股票 太不贴口了 一报纸上各方面的议论 评论都是有的 我说把这二十万块钱 给我取出来 你干嘛 我说我要买房 买房 我说关系到我退休以后的生活 我说快乐程度 我又好练书法 我又好疑人看看书 进下心里想一想 我得有一个空间啊 所以最后我达到目的的时候 买房了果真 买房了 我喜欢您这个屋子 特别集中 没有什么浪费的面积啊 这房子应该是利用率比较高 这一共多少平啊 八十三点多 那这是三居室 对三居室 这个是您的书房吗 对 这就叫书房嘛 好像按照我那个同次的人 说有个书房有点奢侈了 这就是您自己说的 给您自己选的那个小房子 我一定要 我想占有一间小房子 这个房间是不大 但是够用我也好 嗯 我已经很满足了 即使再小的话 我能有一个房间 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有一个望想 我想收客户墨盒 我想我的目标是收一百个盒 并把这个词做为我书房的名字 百合摘 那您现在大概有多少个盒子呀 有五十几个 哦 这都是铜的吗 都是铜的 我们起名的叫客户墨盒 这个活它是仿着一个名人的一个图案 收了几十个 感觉没有连续下去这个小的事业 我也有点小的遗憾 所以是不是老伴 你刚才说人家满足人 人家特别讲究 所以吃穿用度都是那种挺奢侈的 不设施 正好相反 他比我还要节约 买菜要买便宜的 水果要买实惠的 不带大小 可以有点扒了 只要不坏就成 所以孩子后来什么上学啊 住房啊 是不是都是这样就攒出来了 是 真正攒的钱是把他治病的钱 攒出来了 对他是怎么回事啊 最后确诊是胰下癌 我们孙子一岁左右 孩子正淘气的时候吧 孩子地月跑 大人老弯腰 就是在肋骨的地方 他突然发现疼 也就是说 离确诊这个病不远了 就到小医院去开点药吧 拿点膏药 吃点什么脂肠呢 这个吃完了不好 后来他说不行不管用 你再个想折吧 你那大夫也比较熟吧 说照个片子吧 照个片子 那个操作大夫说 嗯 他听口气不对 他就问人是哪 我说是一线 马上拾的拾的 什么都不要了 上大医院 大医院到人民医院 就确诊了 两三天以后就住这医院 住这医院 住几天以后就手术 这手术之后 应该还挺成功的是吗 很成功 就是把一线摘了吧 后来就带来 这个一线的功能没有了 糖高了 相当于很严重的糖尿病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 其实应该心里挺难过的 但您照顾他的时候 每天都还有笑容 是真的开心 还是强颜欢笑 让他开心 我和我儿子感觉压力很大 他还有说有效的 是他感染了我们 他是想不因为他个人的原因 给家庭造成大家压力都很大 所以后来我是受他的感染 我能看得懂他表达的意思 我来住院 治疗 他是很坚强的一个人 所以从查出一下 到最后走是多长时间 一年四个月 谁也不想得病 那你说得了怎么办 没办法 就像癌症患者 都是晚期的时候 才能检查出来 一检查出来都是晚期 那到现在走了有多久了 到现在有三年了 近三年 那儿子是欠您说 要找个伴是吗 是今年春节的时候 我一直在坚持 因为我们周边有的老太太 那老人家张罗介绍 说你还年轻啊 你这么年轻 你该找找伴 我说不找 我说也不太公平 我说我前面那个 我忘不了他 对这个新接触我的人 他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 他因为我情绪不对吧 所以就一直拖着没找 有两个人给我介绍 最后过完春节 我儿子又劝我吃年夜饭 我说您找吧 说您这个也这么长时间了 我这才放下来 我一想要也快三年了 脑这么扛着也不是事了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呢 您考虑过吗 应该说叫有共同爱好吧 我也想找 最好也是也是上午的 因为很多长远考虑 都是条件相当的话 少带来很多麻烦 随时不要求偏差太多 只要是有社保 有这个能看病 就是国家能给承担 那个大头的话就可以 只要是能有共同语言 最好有共同爱好 我有雅号 他也有雅号不是 就是他一定要是 写字画画呢 还是说他有他自己的爱好 就可以跳个广场舞啊 出去捋个游啊 唱个歌呀 那个不太好用 好用是在哪儿 我们有共同语言 比如说我太极练得不太好 他可以做我的老师啊 我也跟他学啊 你这样这层关系 不就很贴近了吗 我觉得我喜欢的就是 玩玩乐乐呀 儿子满堂啊 自由自在 你要自己老在那儿 自己书写书画 我觉得我寂寞 您之前的老伴 他有跟您的共同爱好吗 没有 比如说太极拳 没有 毛笔子都没有是吧 都没有 其实过得也蛮幸福的 嗯 你看您跟您之前 老伴是不是就互补啊 人家理财 您不会 您可以再想写毛笔字 其实两个我这种 互补的感觉也是好的 其实我们说 生活叫做有机的结合 所以呢 我希望您在这个方面 把条件略微要 往宽宜 好不好 好 我听说 其实您是看上了一位是吗 看上一位连太极的女士 是谁啊 徐淑云 嗯 您为什么看上他了 前提就符合我那个年龄 比我小三岁 嗯 也是三偶 嗯 有这方面爱好 我可以拜他当老师啊 嗯 他可以跟我学书法啊 我们编导联系到这位女士了 看一看 她是怎么表的态 我们编导是说 让她来录制吧 他说 编导杀子好 我不去了 上次上海那个男生没看上 我觉得很没面子 因为那事他都上火了 再不想去录制了 挺丢人 挺好面子的 这这女士 那回头也让她看看 您今天的这个采访 对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但接下来 您应该见到一号女士 那您见还是不见呢 见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一号女嘉宾请上来 好不好 好 美女哦 你好 方家老师 都好 好 一号女嘉宾 白玉华 62岁 吉林人 李懿 财务退休 一号女士 您有多重啊 98公斤 49公斤 您是有多高啊 一米六零 一米六不到一百斤 那这身材怎么保持的 这感觉比王老师还瘦似的 多了 是吧 从来就没胖了 哦 从就是这样 吃什么都不太长肉的 对对对 就是那个 金人最讨厌的那种 对是不是 最羡慕的 讨厌 金人我们两个人 是什么都不吃肝肠的 羡慕嫉妒恨 我吃的还很多 而且零食也吃的多 对对 低调 如果这样聊下去 真就拉丑了 祖子也吃的多 就不光是他们仨了 这属于太苗条了 一般人达不到 到这个年龄本啊 小儿胖一点 锋满一点 锋满一点 我觉得锋满一点 这个腹材一点 有点肉肉的 有点幸福感 不能太什么了 不能太追求少女 不是 也不能太追求说的 那体型的有 顶白的皮肤好 另外 有气质也不错 之前我们编堂跟我讲 你还不太爱运动是吧 特别宅 你看 他们活动 冰箱里面 这个蔬菜呀 水果都有的话 我可能一个星期 我都不想了 那这个头发 自己做了 做这么漂亮 而复杂的头发 这个给谁看看 我要是一般出门的话 就愿意修饰自己 大家看看这发型 你转个头 转个头 后边 后边 真是 我觉得自己 搞成这样 挺复杂的 这个 其实也不复杂 都习惯了 别个卡子了 五六分钟就搞定 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 挺麻烦的 你们把你们自己都暴露了 可想而知 你们平常有头懒 我看您是吉林人 您这口音 怎么没有东北的味道呀 在外头待的时间长了吧 您多大岁数 离开吉林呢 五十七八岁了 才离开吉林呢 那您这个口音 真的是可以的 对我们一号先生的印象 怎么样 来了解一下 非常好 非常政治的人 而且还有自己的爱好 了解一下呗 好吗 了解一下吧 您呢 这个岁数也相当 是吧 有言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守男千 场上的两位 能否擦住爱的火花 接下来进入 更想懂你环境 几个必须要了解的 子女情况 先生是有一个儿子 目前是单身 对于他在找 是比较支持的 但是不必担心 他儿子在结婚 需要买房子 什么这些问题 是吧 对 您呢 孩子在 吉林敦华市工作 也是做财务工作 在一个医药公司 男孩女孩 女孩 结婚了吗 目前没结婚 就给他介绍很多 他连看都不看 对于您在找 他是一个什么意见 他很支持 他主要是我妈开心 快乐 幸福 就行 很支持 健康情况 先生 每年还体检吗 等于去年没做 去年冲状疫情没做 原来一直做 所以有什么大问题吗 就是血压有点高 每天早上吃一片药 好 您呢 我是很健康 没有酸高 血压也正常 收入 先生每个月退休金 是七千多 是吗 对 您呢 我们那个地方 工资都低 我才两千多块钱 那是不高 好 那现在还在工作吗 现在没有 在家呆子 好 住房情况 住房我现在住在丰台 这个房子八十三米 是您名下的房子吗 我名下 几居啊八十两居三居 小三居 小三居 好 您呢 我北京没有住房 因为我嫁了一个北京人 我们离遗了 那现在您住哪 租房子住吗 现在没有 还在千夫家那房子住呢 哦 那个房子分割吗 是谁的 还是他的 他的房子 哦 但是现在您住在哪 我现在住着呢 他住在那吗 他住他妈家了 所以你们俩是没住在一起 是吧 好 这是一些必须了解的情况 但也有一些 你们俩人可以自选的 或者感兴趣的问问对方 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 你爱好这个书法 一天能几个小时 投入在书法上 半小时到一小时 基本时间 投入的时间应该是思考的多 我喜欢他的书法 我也喜欢他的态极 我也喜欢他的一种政治 就是说上级心 那这三个喜欢就够了 所以就是说支撑在上去跟他了解一下 真的 他就说上级心特别强 从这儿挑哪儿 从哪儿挑着的 挺欣赏的 这种 人家 那你可以交流 符合你的心 心愿 他看不上 人家 你要充满自信 不见得看不上 会做饭吗 会做饭 我现在一天做三顿饭 您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您不再会做饭是吗 我特别不愿意下厨房 都做够了 是也做 也做 但是做够了 做够了 你要说两人互相呢 还可以 他说的 他说不做饭 不爱做饭 你这是要你干嘛呀 这点挺重要 你别拿着不当回事 先骑良母 手当骑出的 就必须得做饭 洗衣 时弄屋子 您在家做吗 做 我让心眼吊着花样的做 未来计划生活的城市 问问您 天热了 能不能 就是跟我到东北去过几个月 这样的时候用 可以吗 夏天到东北去避暑 其他季节在北京 是吗 可以 好 那咱们来更细致地了解一下 我们一号女士吗 觉得可能性比较小 性格差异比较大 怎么就看出来了 我比较好动 我这脸这黑是晒的 我大部分时间在外边在公园 我家在动物园 我一天我能在动物园待半天 他在家宅 他现在宅是因为没有人跟他一起出门啊 万一有一个人愿意带动他 可以一起出去呢 要是现象改变生活习惯的话 我们还要难一点 如果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这种可能性 有人带动你 你还是更愿意在家里待着 还是也愿意出去走走 两可吧 也就是可能也能出去走走 但像他这样一天有半年在公园里待着 那我不会 我不会 我不会去 这的确是北京很多退休的 这个男士女士的生活的主要内容 就是各大公园 我想你应该也去过是吗 没去过 哦 没去过呀 我从结婚没去过 最早有公园通票的时候 这上面列的十个公园得走八岛 就是那凡事不花钱不好 我就健身和乐而不为了 那前面的那段谈话还真的把我们给蒙蔽了 那是因为我这个爱好它就是静 我是有静有动的时候 我实际上动有静的还要 动静皆宜是吧 我也想找一个 动如脱兔静若处子 有静有动的人为伴啊 这要求又高了 刚才说了 有那雅浩就行 是不是 我们以为静一点 我们编导再打拉着来 又说这女士又年轻又漂亮的 又符合您很安静 您又换了 画风转变太快 那个女士的雅浩 她本身是动 她是在舞剑 她是在 她是一个动的雅浩 心里还是有她呗 那咱们这个 私底下再跟她联络一下 看有没有可能 我们再选择再见一次 好不好 行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去 好不好 也看看其他人 别心里住上那个人 还没见面的 就是就是她了 咱也敞开心扉 多观察一下其他人 好吧 那我们去休息一下 这边 房子要大的 钱要多的 她不想做贩子 她不愿意出屋子 偏出屋 她不愿意干的 上线我都得干吗 不是一个公平 对等的那么一个条件 得什么人能够包容她 像我这个条件 不可能 所以你看 为什么要了解 就要聊聊聊聊 你会越来越发现 这个人和人的这种差异 到底在哪 所以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您 我们来看看一号女士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关键词有两个 二十年前的衣服穿着还很时髦 她说我应该给她三十万 今天这事衣服是多少年前的衣服 十年前的吧 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原来是粮食管理所财快人员 所以从小就爱穿 对 从小就爱美 衣服特别多 有多少 可能四个衣柜都挂不下 开一个小卖艺店都可以 我听说你不光衣服多 鞋子也很多呀 什么裙子要搭配什么鞋 什么衣服 什么裤子要搭配什么鞋 所以就鞋也多 衣服也多 那到现在为止有多少双鞋 它北京可能能有七八十双吧 这还只是一部分是吗 对 比达吉林还有 对 我要有钱我就能供应他 我要没钱就不行 对 但是我们编导说你唱歌唱得特别好是 那都是过去了 过去是学过还是 那个时候有一个森学老师 是从部队下来的 感觉音质挺好的 就叫我唱歌 但我学了几个月 我嫌疼 那时候对这个方面也不爱好 所以我就放弃了 现在怎么到这个岁数就全放下了 我全放下了 因为 因为我这人比较宅嘛 所以说 愿在家里待 所以说这些 我现在爱好就是 看电视剧了 警匪片了 破案的了 爱情剧了 我都愿意看 整天就在家看电视 对对对 有那么多电视剧可看 太干净了 在家搜索完卫生以后就看电视 电视是我最好的伙伴 好像他这种生活方式就适合自己 像我这种生活方式 我喜欢热闹 我也愿意奉献 我愿意 你帮助我 我帮助你 互相搀扶 你做了 我看你累了 我抢着做 然后呢 双方儿女在一块 周六周日 都给聚聚 那咱们就来说说你的婚姻吧 之前的婚姻为什么解体了呀 我第一个婚姻 因为那时候光忙于工作嘛 我们全州是六个市两个县 周里每年一次业务比赛 反正我作业收纳员 就是在我们市比特 也是比较尖着 因为那时候要参加省力比赛 肯定要集训 集训的话 那就不知道在哪个市了 有的时候在图门市啊 有的时候在延级市 集训两月 那就封闭式的 不能回家 可能这个期间 外头有个女人出轨了 那个时候也容忍不了 这种东西你知道吗 所以我提出来的离婚 然后后来她也同意 她也承认有这个女的 反正我也见过这个女的 后来我们去离婚 第二段婚姻是什么时候 第二段婚姻上 从嫁到北京来了 婚姻我介绍 她是什么情况 她也是离姻的 她离姻多少年了 她多大岁数啊 比我小四岁 就好像一见钟情似的 长得特别好 个头一米八十一 穿衣服也漂亮 但是她也看着我 所以我们俩就相处 相处出了一年多吧 后来就等级结婚 反正那时候她的房子 四多片里吧 往外出租店的时候 然后我就租了一个房子 租了一个房子 她就在我那儿住 我们结婚一年吧 都在我那儿住 后来房价也开始涨了嘛 我就说把那个房子 收回来装修了 后来她就同意了 就装修了 也花了十几万装修完了 衣柜床 反正所有的家具 全是我花钱买的 在住了她那个房子以后 她性格就改变了 经常回来发无名之火 老跟我发火 你说我也没做错什么 再说就是我们俩从相处出对象 唯明都租了钱 从来不花 怎么还有呢 说你应该给她三十万 那时候后来她回来发脾气 我们俩吵起来以后她就说了 她说外地人嫁到北京人 嫁给男人的都是女人要给男人三十万 后来我就生气 我说那你相处对象的时候 为什么不提出这个问题 后来又提出AA制 我说AA制的话家里一些生活 都是我花销 你也没花过 你连个手指你都没买过 你还提出AA制 她这个就是想跟她分手 所以说就说的话那就没谱了 别硬考虑这些事 她要想跟她分手 她提出一些条件来 那就是磕磕的 最让我伤心的就是 有一次我早晨 骑电动车出去买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往回骑的时候就碰着一个年老的 领个孙子 我为了躲她我怕撞上她 为了躲她 完了我电动车就倒了 倒了以后我就把腿摔坏了 当时腿就出血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一是让她下来把这东西拿上去 她就在屋里叽叽歪电话里 我在厕所呢我在卫生间呢 我没感觉这个男的真的不可靠 你知道吗 因为我那个腿摔坏的时候 她从来都没赔过我上过一次语言 因为我腿摔坏那时候正好是夏天天热的时候 我说这哪是丈夫啊 所以我们俩就搭乘一次 然后折算这些买的家具啥的 她就给我赔了八万块钱 去弄去 那为什么现在还住在她那儿啊 因为我现在没房子住 我现在是暂时在她住 但她现在也也说了 她说她的房子要往外出租 实际就是要去你搬出去 所以我也想 还是在北京再找一个 找一个有房子 反正是向来也是有个伴 那你什么想法呀 找个什么样的呀 我想找一个 一个是经济条件好 房子大一点的 身体健康 能过二人世界的 这样就行 岁数呢 65 66这样左右的都可以 这位女士 你要求房子大点 你要求多少标准呢 就是 她说150的 我这连100都不到 那我就别吭声了呗 就是我想要与对方给我的 我在想我给对方的 是什么 你能给人一份吗 对 你要那么错 索取那么多 你能给人一份 你不能管 索取不付出 你进去索取 你给人一份 我是在想 你能给这位男士 就你心仪的男士 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刚才你说了 我可做饭不做了 我做够了 那他们为什么找你 家不是摆设 说我到家里面 我看到一个养眼的女士 特别漂亮 在这坐着 沉浸在电视里面 沉浸在别人的世界里面 她找你干嘛 其实说是这么说 要是两个人生活起来 肯定得互相 比如说你今天 你愿意做你做 我今天我愿意做 但是我们是在想 在这个舞台上 这一个相亲的舞台上 你表达的可不是这个意思 第一个表达 我做够饭了 我不想做饭 我找一个会做饭的 立马一大帮就跑了 对吧 然后我不爱出去 什么旅游啊 逛公园 我都不爱去 我就爱在家开电视 啪 一个不胜了 对吧 所以我是在想 我们到底是真想找对象 还是说 我只想表达我自己 喜欢我的你就来吧 不喜欢就算 因为你看你第二段婚姻 非常的明显 就是变成 纯粹的精神世界 这个人长得好 我一看 我不在乎他什么房子呀 挣钱呀 没所谓 接着我们被现实生活所打败 这次好了我改了 我不找养眼的了 我找条件好的 找个大房子的 然后找个经济条件好的 那就不出问题吗 那可能依然如此 所以我就是在想哈 我不知道我跟可能我们都很相似 就像我们要不出门 根本不打扮 您穿啥衣服在家 睡衣 对呀 根本不需要打扮 所以我就不明白 我觉得有点冲突啊 爱打扮的人就爱展示 就爱出门 那你这么爱打的 买那么多鞋都不出门 那给谁看呀 自己在屋里不可能 单单单单 穿个高跟鞋 我相信不会的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我们有很矛盾的地方 我们很害怕的 有个词叫自恋性幻想 就是可能我们一直在幻想 自己很多的东西 然后没有务实 而北京老爷们特别的明显 他就是务实 所以我是在想 如果我们真的要在这方土地上 找这个老伴 可能一定要入乡随俗 他要是我的朋友 我足以给劝他 劝他怎么 不要往北京扎了 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你这个人生观 世界观 个人处事观 都不适合 但是反而适合 回到他比较熟悉的地方 一个星期不下楼 然后自己吃点 自己当地的 试着吃着喝着 就得了 那这样咱们先来认一下 二豪先生好不好 我们先来聊一聊 感受一下 好吗 好的 好 来掌声有请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你好 来我们的一号女士 你们两位认识一下 换个位子 您坐这边来 二号男嘉宾张伟 七十岁 北京人 早 燕山石化退休 说实话 你们两位 一个也不像七十的 一个也不像六十的 你们这个保养的 真的是够好的 对我们这个 一号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一号女士 皮肤白 长得也年轻 喜欢吗 挺好的 您对我们二号先生的印象呢 要不要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可以是吗 他的岁数七十了 其实超出你的范围 但是您依然是愿意 可以沟通一下是吗 好 来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守南千 厂上的两位 能否擦出来的火花 接下来进入更想 懂你环节 我们来看一些基本的情况 你是有一个女儿 还没有结婚 在吉林老家 先生呢 我有一个儿子 多大了 已经结婚了 都四十二了 那孙子孙女应该也都不小 有孙女了 孙女都上小学四年级了 那对您在找家里什么意见 尊重我的意见 是同意的是吧 也支持 好 健康情况你是刚才说 是什么问题的 您呢 现在一直吃着 几种药 一个是酱压药 一个是酱脂药 但是我血糖不高 其实血压控制好了 问题不是特别大 所以要坚持服药 收入女士的退休金 一个月有两千多 您呢 我是四千多吧 住房情况女士 在东北老家有房子吗 有 有多大呀 120平 是你名下的吗 我女儿名下 现在女儿住在那儿呢 是吗 女儿现在也没住 现在空着呢 但在北京是没有房子的 您呢 我在北京有一套房 是在哪 就在阎山 阎山石化那边 多大呀 房商区 八十多平 是您名下的 是您名下的吗 是我名下的 现在是您一个人在住吗 对 好 我现在但是我没住那儿 那为什么呢 我现在就是 我那个房子吧 我租出去了 我现在住的 我在外头租了一套房 这是您现在住的地方啊 对 是个多大的房子呀 是那个 两室一厅的 两室一厅 那您一个人住 真的是不小哎 还行嘛 嗯 然后一楼是吧 对 您现在是住里边那间吗 对 我住的这个 里头这个 他这个 我们的亲近自个儿盖的 一间那个 一间平房 一个人住有点没什么 就是 东西 一样乱 等于这是您亲戚的房子 对 你自己天天做饭 对 都我自个儿做 我也会做饭 人家做得不好 就是自个儿 想吃什么做什么 对 我这个爱喝 我爱吃甜的东西 这个是一些饮料 您爱喝饮料 这可乐呀 啤酒啊 有说爱喝这些 可乐喝无糖的 还是无糖的 有糖的无糖都喝 我爱吃面包 好起来 必须得吃个面包 喝不喝奶啊 喝奶 喝牛奶 嗯 我爱吃别熟食 火鸡腿 这火鸡腿好吃的 那怎么样 对先生要不要了解一下 嗯 我下去了 我下去了 是哪一点不太满意 住房问题 不可惜 为什么呀 因为房子太小 80多平米的话 我的东西特别多 那您现在40平米的房子 那您现在40平米的房子的东西都放哪儿啊 阳台 屋里有四个衣柜 对啊 40平米都放得下来啊 80平米怎么放不下呢 您希望多大的房子 希望最好是110左右的 110的三居或者小四居的样子 对 你们两个人 您还希望过二人世界 需要那么大的房子干嘛 这东西太多了 那如果你找的这个老伴啊 什么地方都很合适 就是 他说你那些东西别要了 你就直接过来吧 可以吗 那不可以 因为我自己的东西 我喜欢的 我都不能这么掉 就是衣服跟鞋子 必须要带走 对 他的这个标准 太费劲了 一蹬下来呢 我50就行 只要有居住就行 我不要大 那就是奢侈了 在北京 八二平衡不大 百二平衡就可以了 那这真是理想的 房子越大 其实越被干扰 咱们说 另外一半 90%都会有孩子 那么房子就变成了 一个很大的资产 如果越大呢 这个资产越大 那可能儿女 惦记得越多 你要就是40平米呢 他可能也不太惦记 是吧 他也不太防着你 所以我是在想 两个人 如果为了生活的更加安宁 过一个纯粹的二人世界 就是这个老头 资产还真不能太多 一多了以后 那儿女就开始干预了 咱这样 咱问问这位先生 就是如果说坐在对面 不管是这位女士 还是其他 就这位女士 你特别特别喜欢 真的 你觉得你这辈子 碰到了你的最爱了 你简直喜欢的 无以复加了 你愿意为他把80平米的房子 换成110平米以上吗 80平米要换成110平米 怎么换呢 没法换 往远的换 我那就在六环外了 再往外换 换到七环外 那就到河北省了 你愿意啊 那个事就麻烦了 就不是 我就得跟我们的孩子 商量上来 你看看 就要和孩子商量了 因为这个事 我就一个孩子 这个算大事了 把房子要换 孩子下去 这个条件是不能更改的 是吗 女士您知道 我们为什么这么轮番问你吗 替您也把汉拟动 替您着急 如果这个条件 能够打破 可能相对要好找一些 因为现在这个条件 确实是 您要清晰 刚才主持人给您讲 在北京 有一个110平米以上的房子 它确实价值不费 另外 如果现在它没有110平 我们从80平 跃升到110平 刚才说远交期选 都要填100万 您要知道 在北京市里 要填多少钱 所以我们说 我们从想到到得到 这个中间是有一个过程 我觉得假设 我再给您假设一个条件 如果还是又能 我们找到一个高富帅 就是住房条件差一些 能接受吗 其他的条件都很好 1米8 不要 我现在大约明白了 我们姐姐的意思是 我当年可以不在乎经济条件 找一个又高又帅又年轻的 但怎么样 我过得不好 所以现在我不要那些了 我改反方向了 对 可以这么做 好 那这样咱们先到观察室 休息一下吧 好的 好 我特别喜欢大房子 喜欢屋里的 因为我爱干净 屋里就是说 熟悉的干干净净 擦得这么样的 特别舒服 就喜欢大房子 那那个您考虑过说 如果这个要求你 找不到怎么办 我找不到回老家的 我想问问您 真的第一次见到 一号女士的时候 是不是其实有一点心动 对 那然后他提出他的条件之后呢 那我就得有点考虑考虑了 心里打鼓了 咱能不能给人那条件 是不是 打不到 好 那咱来了解一下二号先生吧 我们二号先生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经历了一些什么 我们进入原来室女环节 关键词有三个 很早就没有了父母 他突然就动不了了 他总回他自己家 自己的原生家庭 哥几个啊您是 哥几个 我母亲是58年就去世了 那会儿您多大呀 那会儿我才八岁 他是乳腺癌 后来就走了 您是家里老小了 等于是 我底下还有一个弟弟妹妹 我上面有三个哥哥 还有一个姐姐 那你父亲 怎么能拉扯得了 这么多孩子呀 后来我们那会儿 就那个什么 我父亲给我送到那个哪儿 我们那会儿是五几年吧 后来过 过送到北京育才学校 是寄宿的什么 寄宿日的 后来到那儿学 到那儿上了六年小学 那会儿你也就才十几岁 我那会儿我十五岁呗 这个张慕饶是您父亲吗 他是我父亲 参加过那个红军长征 后来到达了陕北延安 这延安处区一直在那个财政 财政和后勤系统工作 前两管家 前两管家 他是原来的那个红军苏埃 就是陕安宁边局苏埃的财政部的部长 这是左前同志 托我父亲给他爱人送了一包那个东西 这是在左前同志牺牲以后 我父亲专门给送给他爱人的 我父亲就是病身体不好 一直到六五年去世了 所以其实你应该是特别独立的一位先生 你想到你八岁自己其实就单独去上学了 就家里也管得少了 几乎后来就没有人管了 包括工作 结婚 生子等等的 都是要靠自己了 对 都靠我了 那你老伴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那老伴跟我一个单位 这样长期的工作就熟悉了 然后就开始恋爱 结婚 怎么样 你们俩过的 我们那老伴不错 挺好的 脾气性格好 是吗 脾气性格也好 长得也好看 就是个儿不够 他是后来怎么了 我看说突然就动不了了 他是这个什么 03年那会儿 完了那天早上起来之后 他就好像起来之后 磕了一下床头柜 磕了一下脑袋 他就觉得不行了 他说这手也动放不了了 这个人有点这样了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我广快我就给他送到 我们那块正好边上有个医院 我就送到医院去了 诊断最后是什么 胶质母细胞瘤 就是这个胶质瘤最严重的一种的 癌变的瘤子 那时候就完全靠你照顾了 就完全靠我照顾了 挺不容易的 第三个关键词 他总回他自己家是 第三个关键词 他总回他自己家是 我按人去世以后 后来在18年 我就认识一个 跟我那块人一个介绍 认识一个 他什么情况呀 小九岁 他也是那个上偶的 那他为什么老回自己家呀 他现在也那会儿也住在星城 我家也在星城 但是呢 我那个房子不是挨着那个成铁禁吗 我就租出去了 租出去了之后 我在那个山上又租了一套房 我住在那儿 住在那儿呢 他就是 嫌那房子不好 这为什么 太小了 还是里边太破了 还是 可能也嫌小吧 也嫌不像那个 我原来那房子 租的那房子是 是80年代初建的房子 他不愿意住 他老不来 老在他们 那你可以去他那儿住啊 不都在一片吗 到他那儿住去不方便 我觉得 怎么不方便啊 他不是自己一个人住吗 结婚前啊 有了一个财产协议 做了一个财产分割 他把他那房子 他说就给他闺女了 实在是这么不情况 后来我就觉得 到他那儿住去 不好 所以后来你们俩就什么状态 就个人过个人的了 对 他老不去 我老一人在这儿生活 我时间长了 我 没什么 实际有婚姻的 结婚证 但是没有婚姻 确实是两个人都过 他过个他的 我过我的 很重要 那是因为他前面 没有夫妻之时 你都躲着老头 当一说 还是那谁 谁给你麻呀 那你再找 您说说吧 什么想法 他必须住到你那儿去吗 那看你两个人 怎么怎么怎么 这样 要多大 别比我大就行的 主要条件还是一个是 身体得好 第二个两个人 基本上就能谈得来 情投意合 那如果这么说 这个刚才走的 这个一号女士 如果您把房子换成一百一 还真有可能呢 您不努力吧 房子换成一百一 那就得有个过程了 因为这个房子 再卖再买的话 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 您是愿意为了他而再调整一下的是吗 暂时还做不到那么大的牺牲吧 但是我想对师傅来讲 心里的那个要求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还需要您自己去把握这些点 不是有大房子 我会收拾得很干净 关键买不起啊 因为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 新建的房子都大 关键你市里七八万 你就边缘一点也得三万 那我们把下一位女士请上来 好不好 来 邀请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你好 三位尊丹老师 主持人 你好 你好 二号女嘉宾王贵伟 六十四岁 天津人 三号工人退休 一看我们这个二号女士 就是那种 风风火火的性格吧 是 您基本上算是我一召唤 然后唰就出来了 第一名 有很多我再叫半天 他才出来 所以一看 肯定什么家务啊 工作啊 应该也是一把好手 是 我是天津人 儿子再拿我就上哪去 08年儿子就来北京了 然后我就照顾我儿子的 起居生活 明白了 这女士化了妆 比早晨排队的时候 更漂亮多了 先看这位先生怎么样 挺好 有个重要的事 我再问问您 您对房子的要求 多大呀 30平 50平 80平 110平 160平 有就可以 真的不要求大小吗 不要求 这80平行不行 那太奢侈了 哦 离这火车道有点近 行不行 无所谓 这个环境吧 你可以自己营造 就是里头 你可以安一个 就是那个防声音的 防声音的 是吧 对 那个需要一万块钱左右 就搞定了 就搞定了 你看看 你怎么不知道这事啊 因为我这个 在双井给儿子买这个房啊 它就是马路声音特别大 我们在天津的房子都特别安静 突然来了以后呢 汽车买的啊就这么想 最后就去买了一个断条链的那个隔音的 什么声音都没有 真就全解决了 是啊 人家就给你试 多少倍 多少分倍 价格不一样 你看原来就这么简单 一两万块钱又解决了 是不是 哎呦 怎么样 这位跟刚才那位 那位是纤细型 这位是傅台型 您更喜欢哪个 这位女士挺那个挺开朗的 嗯 但我觉得您喜欢一号 您喜欢一号的长相 是不是 有点吧 而且您是不是挺喜欢一号那娇滴滴的劲儿的 有点 那您就是 吃二边苦受二茶醉了 愿意 这东西真得折 你说的好 好是你的吗 那不可能 不知道 面对现实 别的问题 不知道 二茶醉 这东西真得折 不行 我得听那个王老师的 对啊 那个适合参观行 你知道吗 参观可以 对吧 人家这是过日子行 您是要过日子呢 还是要参观 我跟你说 现在就知道 为什么一号女士自信心很强 一百一日评 绝对是不可以更改的 因为人有那底气 不是没有好感 男是挺老实的 但就他那个条件 呼呼要求的 他要敢跟我呢 随后我嫁给您 我也要一百一日评 不要 这有三十米 尽管其实在您心里会认为 我们说的都对 但是可能您心里中意的 还是一号女士那种感觉的 是不是 不是专家都提醒了 这个事不能那么做 所以怎么着 要聊吗 可以聊聊 可以 那咱先把基本的情况 来做一个了解 好不好 行 有言前你来相会 无缘对面守南千 场上的两位 能否擦出来的火花 接下来进入 更想懂你环节 几个必须要了解的子女情况 师叔有一个儿子四十多了 然后孙女是吧 孙女也四年级了 您呢 我儿子三十八九啊 结婚了 也有孩子了 给小孙子弄到六岁 今年上学了 真好 我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自己可以选择自己的后半生了 儿子支持您吗 儿子儿媳妇都支持 太好 他儿子早上开车送过来 真好 他就祝愿我幸福 他说妈妈 你这一辈子不容易 伺候我的爷爷奶奶 就伺候我父亲 就给我的孩子弄到上学了快 所以您一定要获得幸福 你看看 经历了很多 你看到哪里 可是 心底都是快乐的 幸福的 因为儿子孝顺 哎呀你看 家庭幸福 对呀 多好呀 我的付出 我高兴 你看 值得 是不是 而且再找一个老伴 像您这样的一定好找 你放心 看演员吧 嗯 喜欢您这种感觉的男士特别的多 嗯 先生健康的情况呢 刚才说是有点 血压有点高 是不是 就是平时都吃药 啊 就岁数也很正常 您呢 健康情况 我就是去年吧 突然间就是血糖到8 原来我都是6点 6.9 然后我就注意了 我就吃了一粒药 嗯 就正常了 嗯 那个血压吧 也是90 140 嗯 因为略息温有一点点 嗯 我也注意了 吃一粒药 像 都达到正常 挺好 挺好 收入 哎 收入的退休金有多少啊 嗯 4000 4000多 4000多啊 您呢 3300多 哦 行 先生是在 房山了 是吧 嗯 有一套80多平米的房子 您在北京有房吗 我没有 我旧光把那个 100多平米房子卖了 给儿子在北京 长区买了一套 哦 他结婚了 等于是您照顾孙子 也是跟他们住在一块 是吧 天津 我有一套独立住房 哦 是您名下的是吧 我名下 那有多大呀 50多 哦 挺好 96日我回天津 哦 节假日我回去 哦 休息休息 自己买点海鲜 给他带过来 哦 给他们改善生活 哦 你看看这妈当的 好 那一些自选内容 两个人可以互相问一下 您对先生有什么想了解的 可以问一下 您呢 嗯 我也不问了 不问了是吧 啊 行 那 接下来要再了解一下 女士吗 我不了解了吧 依然觉得这个二号女婿 可能不是您 合适的类型 是吗 嗯 对 可以这么说 行 好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暂时先回到观察室去 好不好 好 来 我还要不漂亮 您呢 可以少做家务 嗯 只要添话就说 先生是在二号房上 每桃花都平米的房子 他不会打太极 我没有 他不会练书法 本来您对二号先生 其实印象还不错 是不是啊 我不好意思说 说吧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老年嘛 我喜欢的是 虽然是岁数大了 可是要有 那种朝气 不服老 精精神神的 那您觉得 他其实在这种状态 很年轻啊 我不觉得 快 男的年龄大吧 他可能好像喜欢 年龄比他大一两岁的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二号阿姨的经历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 原来是你环节 关键词 我们有三个 精精两地 来回跑 他言语不多 但是特别喜欢我 他们让我占前排 这就是您刚才说的 到周末 节假日 您就回天津 是不是啊 是 就是好像 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就心特静 就跟在儿女面前的 那种紧张的劲儿不一样 在儿子眼前吧 哎呦 孩子饿了 哎呦 一会儿这样 我的精神 老是随着小孙子那节奏 走 在绷着 早晨 早晨 要不超市 买新鲜的蔬菜 然后垫着中午晚餐 两餐 还在给他们做饭 我就是 最大的爱好 就是买菜做饭 哎呦 尤其是这个天津人的习惯 还爱吃个海鲜 采购的这些个东西 足够半个月吃的 就每次在天津买了 是 天津我 为了给儿子存点海鲜 特意换了一个那个小冰柜 带着冰 存了以后呢 往北京敌了 还没有味儿 坐完高铁到家就化了 中午正好焖点米饭 弄点海鲜 再弄两个素菜 哎呀 然后 你找这样的媳妇多好呀 是吧 这个儿子儿媳妇跟小孙子 就跟我比喻就是三个小鸟 就张子嘴等着我了 我一回到家里 那个高兴啊 坐呀宅呀 弄好了 不嫌累的话 不嫌累 我的体质特别好 鱼也熟了 虾也烹熟了 菜 两个菜 拌一个凉菜 弄一个小白菜 您从天津回来的当天 还得马上把这个饭给他们做好了 中午他半个小时就到北京 然后中午就是十二点吃饭 那他现在没带点菜吃 尝尝把他尝尝 您要是回到天津的话 这孙子受不了吧 我要走得涛子走 买卖 买卖 我得溜 我特别享受那种儿孙满堂啊 和幸福的一家庭 您是从多大带他的呀 到了北京 儿子就买房 然后就结婚 然后就有了孩子 我一直跟着节奏走 打学下来就带 今年就是完全放下了 因为我跟儿子说 我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孩子也上学了 我该退居二线了 怎么教育 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俩了 我说我太累了 嫌弃两母相当 孙子知道您今天来上节目 是要干嘛吗 也许您从通过选择 找到另外一半的话 可能就不能跟他们住在一起 不 不知道 还理解不了是不是 对 儿子 儿媳妇开始我都不想要知道 为什么 我认为这条路啊 不是说这么容易的 可是我想 还是让他们知道 让得到儿女的祝福 所以他们也很支持 支持 也祝福 我们是一个快乐幸福的家庭 您特精心的照顾过下一代吗 他妈的吧 他妈的就是我照顾 晚上回来 我还得给他们做饭 我们俩俩先吃 我先喂孩子 喂完了以后 我再吃 我吃了就 我吃点就是凉的 您应该跟老伴 关系也特别好 你看第二个关键词 虽然他话不多 但是特别喜欢您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自由恋爱 我们是天津市汽车工业公司嘛 做那个过去的下力大发的 所以他是继校毕业 我是初中就毕业了 那他是怎么跟您表白的呀 开始就是他师父找我 我说不行 我说我父母不愿意 就那意思不要找工人 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就你别着急 就不同意 所以我就跟他师父说了 不同意 绝对不同意 不行不行 这事就过去了 学徒我是习工 他是车工 这车间我干着活的 结果就突然间就过来了 过来说那意思 就叫我的名字 那意思我想跟你交朋友 你愿意吗 我看他那脸那个红啊 那个不好意思 我说行行行 我说你你你先下去吧 你先走 我说回来在那说吧 他说不行 他说你你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行行行答应 我说今天在下班 咱在哪见个面 所以您对他的第一印象 还不错是吧 他分配来的时候 我印象就不错 他考试比50 他得了个第一名 等于这个 这个丝杠这么细 一米多长 他那个精确度啊 到头屋村那么细 那后来就正常的恋爱 结婚了 是吗 是啊 那个婚后对您怎么样啊 特幸福啊 幸福美满 是特听您的吧 我们两个人不是谁听谁的 都是不谋而合 互相没有语言 一个眼神就读懂 您是那种比较活泼外向的性格 那他呢 内向心细 也有时候也爱搞个笑 我要是做完饭 下班他回来了 我说回来了 饭也熟了 咱吃饭吧 他就给你来个拥抱 够浪漫的 辛苦了 那我听说这个 他真的挺宠您的 您要买个什么呀之类的 人家从来都二话不说的 我这个人不需要人宠 随便的就这么一提 他准是按照你这个说法去做 那时候我们的工资是 39块起毛吧 就是不到40块钱 可是我们结婚日子快到了 就是要天津那鞋店 就买鞋去 哎呦 我一眼就看见那双鞋了 高跟 牙白色的 你知道吗 那两张钱都是小方块 你知道吗 我特喜欢 哎呦 我一看 39块多 我说不行不行 一个月的工资呢 我说太贵了 咱上钱都看看 20多块钱就足矣了 因为结婚那天得穿嘛 然后我就溜了一圈回来了 他就说 这个交完钱了 哎呦 买吧 这看出来你喜欢了 所以就不商量了 哎呦 我说不行不行 太贵 买吧 买吧 就买了 我当然喜欢这种男人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男人就爱这个女人呢 他舍得给他花呀 如果他要是不爱他 他舍得花呢 天津有个国际商场 他属于是对外 对 特别多的品牌 可是我们呢 就领着孩子溜溜 哎 那这那年代就是蒙特娇啊 什么时候 佐丹农啊 挺 挺实行 哎呦 我一看 好不 折后还一千五了 就是打折 嗯 是黑色的 糖裙 嗯 机芯 外边待一个 搭衫 上头有点小钻 哎呀 我说哎呦 挺好看的 太贵太贵 连试我都不试 那个时候工资多少钱了 五六百了吧 啊 后来我说不行 连试都不试 我说觉得人的生活 水准和穿衣打扮 要和你的工资相匹配 太高的我 我绝对不拍 嗯 这个心态特别好 后来他就是 连回来就是 试试吧 试试吧 如果喜欢 咱就买 嗯 这么的 就买了 又买了 现在这衣服也不过时 是吧 还留到现在 现在穿上还挺好看 它是拖地长 越穿越肥 插那件都好呀 就是有点胖了 这儿就是不太好了 一小胚肩一胚 嗯 前几年我瘦的时候 我还要一直穿 嗯 穿的时候就详细 是吧 对 所以我们要在一些纪念日啊 什么要送一个礼物啊 之类的 就是 它承载了很多 这个时间的沉淀 我不是追求礼物 我也不追求什么 实际我就是 普普通通的生活就行 可是它特别的 捕捉你的心理 嗯 它的心理啊 想的哈 就是让你高兴 嗯 所以我 我呢 特别特别的高兴 你看这一个笑容 就这模样就是 它就是那种 你看那个 到看那佛呀 就那心态这么 安静啊 那么自在啊 它 它没有发愁啊 它没有皱纹啊 这人没有发愁的事 那它走了有多久了呀 它是06年 整个五十年 哎呦 好年轻啊 是 是咋回事啊 就是胃不好 实际就是 它是肝癌 就等于是 老做胃精 老做胃精 就查的胃是没事的 对 我就哎呀 你一闹病 就俩人就去总医院 一难受 我走吧 这次一定去做胃精 就是亏啊 拿点药回来了 突然间有一次 它累啊 它说我都不想上楼了 我都想打电话 让你一下楼 可是它上楼以后 那脸色就不好看了 然后紧跟着就上医院了 到医院一检查 人家一坐 就找我 就说明了就是晚间 我想那段时间 肯定过来 特别特别不容易 但是可能小孙子 又给了你很多 生活的这种希望 是 所以我看您现在的状态 也特别好啊 我一直状态这么好 就热情洋溢的 热情洋溢 不要被困难下倒 我就想 虽然它没了 它的没完成的 我要完成 它的那些智慧 它的那些个 这好的东西 我都学到了 然后我继续呢 帮助我儿子 成家立业 然后扶他一把 让他翅膀硬了 现在独立了 我可以高高兴兴的 退居二线了 真好 然后选择呢 就好像是跟我一样的 退休工资差不多的 然后呢 西洋下 携手 度过后半生 他们让您站前盘 那是干什么呢 社区啊 就不有十月一 有那个联欢会嘛 然后就大伙就说 要演节目 要学要唱 所以您就站立场了 我说我唱 结果一唱呢 又大伙都说行行行 然后就比赛嘛 各个小区的 然后我们唱 前面青丝大碗茶 就拿了第一名 哎呦 太厉害了 来来来来来 给我们唱 我爷爷小的时候 唱在这里晚霜 高高的前门 仿佛爱着我的家 一棚摔草 挤上去腿脚 伴随他度过了 那黑色的年华 吃一串冰糖不乐 就算过节 他一日那三餐 无头咸菜嘛 就了一口大碗茶 音准呢 还不可以挺有味道的唱 这个前面青丝大碗茶 就是嗓子还没有放开 要放开可能比赛还好 来掌声有请我们的三号男嘉宾 你好 主持人好 老师们好 这还换个位子 女士好 这一看我们三号先生是 搞外来人口的 外来人口 这是城管的衣服 对对对 是这样的 这一看 我们的三号先生 穿的就是制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好不好 三号男嘉宾的基本情况 三号男嘉宾王毅 59岁 北京人 李毅 兼职会计 你是看什么女士 是他吗 不是他 我们 今天我们二号女士的歌 唱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 真挺好的吗 真挺好的 您自己有什么爱好吗 我有爱好 我心情不太好 怎么了 心情不好 就因为没找到媳妇 心情不好吗 这个 女儿 不在了 家里出现了一些情况 是不是 是刚刚的事情 是吗 对 多大岁数了 33 结婚了吗 结婚了 是病了还是意外 意外 车祸 您有几个孩子 一个女儿 只有一个女儿啊 对 没多长时间 是吗 对 12月30号 几个月 中年丧失 老年丧失 这都是大难 那您现在生活状态 什么样啊 什么样 能出门吗 能出门啊 您的身体呢 没有因为这事 哦 没有 身体 跟以前一样 以前就是血糖高 现在血糖 还是得吃药控制吧 白发人送黑发人 那肯定心情不好 哎 那对这个 我们二号女婿的印象怎么样啊 不太适合我吧 不适合您啊 是哪点您觉得不太适合 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一个是 岁是比我小的 嗯 体重在这个 70公斤以下的 要瘦一点的是吗 对 比您小多少合适啊 我现在59 那就50以上的就行吧 二号女婿是过60了 是吧 所以您的岁数 比她是要大一点 适合 对 您也觉得不合适 是吧 比您小的也不合适 行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这样 哎 您先回到观察室 休息一下 好 哎 这边 嗯 我就发自内心的 找一个就是 和我性格相符的 乐乐呵呵的 到时候买卖菜 做做饭 吃点好吃的 嗯 穿穿 嗯 两个人经济条件允许呢 累累游 嗯 不允许 我也不苛求 嗯 户籍是哪儿的呢 户籍 我没事 地狱呢 也没事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王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关键词有 两个 当兵之前 没见过大海 不是我们掌控的家庭生活 嗯 你以前当的应该海军是不是 就是北京人 就是北京人 多大岁数去当的兵啊 十九 嗯 去的哪儿 青岛 北海舰队 对 上船了吗 上船了 能适应吗 不太适应 船上生活的 主要就是运船 哦 你们也是船到处走是吧 对 你是各个港口码头的要停靠 对对对 了解的各方面的 就是地理方面 历史方面的知识多了 啊 见识广了 是吧 要不然以前连海都没见过嘛 啊 第一次见到大海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挺敞亮的 挺宽宽的吧 啊 嗯 有点小激动是吧 对 但没想到坐船在海上是那种感觉 对 一段时间以后就就就就就开始 就运船了 您在船上具体做哪一个 指挥医兵 指挥火炮 操作技术 那也是技术兵种吧 那也算是吧 哦 您退伍回来之后做的也是技术方面的工作吗 不是 从事会计工作 那您这跨行跨的挺大的呀 就是有地儿需要来讲 跟这个老人老会计 学一学 就师父带徒弟 对对对 这个后来又转到城管啊 对 管这个主要是外来人口 那要负责什么呢 就是他们登记从哪来的 对 就是外地的外省市道经人员 嗯 帮助登记管理 嗯 就生活方面的很多事是不是也要管呢 主要就是安全方面 真的会有这种危险的情况发生什么 啊 书里边遇上一次 这个是一个事故 是10月29号 那天下的雨 雨后来讲比较凉 南方的同志可能跟北方也不太适应 把这个烤鸡用的那个剩下的那个炭火啊 自己就端到屋子里边取暖去了 嗯 最后就导致一家三口全都没吸中毒了 哎呦 这女同志给抢救过来了 这男同志和这孩子就是没有了 嗯 这这就算大事了 日常的工作就要做这种登记 出现了这种情况也要处理啊等等了 对对对 所以退休也是从这个职务上退下来的 对对对 但我看您这个家庭生活啊 听上去过得有点别别扭扭扭的 您单身多久了先说 我们一二年离的婚 快十年了啊 啊 你们俩人是是怎么别人介绍的啊 别人介绍的啊 同事介绍的 这个过得怎么样 他是个什么脾气性格呀 他有点急性吧 总的来讲还行吧 就日子过得还可以 是不是 对也闹点小矛盾 可是不至为走上离婚这个结局吧 那最后是怎么造成的呀 前妻那边的哥哥姐姐拆迁的时候 是前妻的身份证 可以说是按老宅基地 获得了一些拆迁款 有多少钱 这个数也不 这个数人家没说过 大约呢 你们猜 大约我估计这得有一百六七十个 一百六七十万 那不少是不是 应该是不少了 那拿到你前妻的身份证理论上 他应该分到一部分 对不对 对应该有这个继承权吧 那应该他能拿到多少 标着十万块钱 因为有的时候跑去成本呀 所以在您心里怎么着 用了我前妻的身份证 得给我们个十万八万呢 是不是 对呀 那肯定是没给呗 就是嘛 那你前妻的态度呢 人家不给他也没办法呀 是吧 那你没说 没事我替你出头去 我替谁出头 出不了头 所以这事你不就忍下来了 是不是 他妻子问他 你这丈夫你应该努力去弄下 如果走了法律成业 亲戚关系还不如同事 就是关系索性到远了 你会十万块钱值 还是不值 反而我们也争了 也要了 你也没给 没给就算 那为什么您觉得 你们这个小家的生活 是不受自己掌控的吗 经济上的有点 有点特别混 亲兄弟 名混账 他们要出去游玩去 还得必须得挂着他 您是不想让他去 那倒是 因为这些事的话 没说清楚 那那那那那 咱们还跟人家一块 瞎这热闹 那出去玩去 个人掏个人的不就行了吗 具体的什么价位 全是人家那边包了 是吧 咱们花多少钱也不知道 新姊妹能不来往吗 她说得不摆得 前面来找 跟自己的哥哥姐姐 想上香港 那肯定愿意去 出钱了吗 我们出了三千块钱 就等于他兄弟姐妹 叫着您前妻出去玩人家 你们家出了三千块钱 是不是 然后那 出三千块钱 我也不愿意 就不愿意让他们 跟他一块 是吧 为什么呀 您是怎么想的呢 那以前这些事的话 就混着呢 就难来是有账的 是不是 她姐姐买房 借我们呢 借了多少钱 四万块钱 老您借钱 完了以后 老不主张还 还要旅游 还要玩去 完了以后 也不提这个还钱的事 我们不是也是 拉下脸来 硬着头皮 给去要吗 您的意思是说 他们老跟您借钱 除了这四万 还借别的了 是不是 对 借了多少钱啊 人家原先借了四万 还了 后来又借两万五 两万五 我们又要回来了 就这个 您的意思是说 这个不想让你前妻 一起去玩 因为三玩两玩 他这个账 就不停不停地往后 拖着不还给你们 这不是都火烈了吗 你说起来讲的话 人家搬上新居去了 什么旧家具都给我们了 那你说这个 这笔 这怎么去凭着 这些账去啊 那你前妻什么态度呀 他也没那个能力 也没那个本事 他征了 不管征了这么多 他媳妇没想征 他就不干了 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 这次旅游不去 坐一块 这钱怎么回事 是还是不还 必须说清楚 对 别搅糊 家具我不要 钱还完了以后 再另起 那你们俩人 到底为什么离得婚啊 那次去香港 那次去玩去 我说不让他去 他就要自由 咱把离婚去吧 省得我老限制了 是吧 然后就因为这事 单个人家出去玩去了 是吧 一出一玩 您就反对 一出一玩就反对 是不是啊 对 要是跟别人玩去 就是说 如果要不存在 这些经济上的 往来一块玩去就玩去 就这么就离了 那可不 那就到民政局吧 把钱看得太重了呗 谁把钱看得太重了 这男的呀 他快去 挥三丈 他要不回三丈 还不至于离婚呢 亲信 我们这儿有律师啊 律师脑袋比较清楚 先把这事 听听你的想法 其实先生的意思是说呢 他这个前妻的姐姐 借来他们的钱 但是这回出去玩的时候呢 又没说清楚这钱 出去玩的钱怎么办 所以他就担心 未来等 找人家要金还钱的时候 人家说了 你看出去玩 我垫了钱了 这钱应该怎么算 算来算去可能就算不明白了 就变成一笔糊涂了 所以呢 因为这个事情呢 就夫妻二人就闹了矛盾了 是这样吗 主要还是 我就不想跟人家 就什么事都混着 混着 担心就是 我的就是我的 你的就是你的 再一个来讲 如果你要有那能力来讲的话 你给我 咱这是明的 你别到最后 一牵扯什么事的话 都拿着都扯离一块去了 那你说 当然你心里还有一个气 就是觉得 他还借着您钱呢 钱还没还上的 怎么就出去消费去了 对对对 心里也赌进 是吗 对 其实我觉得呀 就是说这些账 先生也自己很明白 都还清了 对不对 就咱也没吃亏 你心里肯定还有别的事 怕自己吃亏吧 那当然了 那如果有一天 我们要拆迁了 他们就是 还想介入这些事 插手这些个事 这个 我就不想 用他们 管这些事 这才是最主要的 是不是 对对对 如果说以后来讲 这是最主要的 拆迁 就是你们两口子的房子 如果拆迁 你怕他的哥哥姐姐来插手 那当然 你担心什么呢 那人家要管这闲事 这管什么闲事呢 你们家拆迁 跟他哥哥姐姐有什么关系呢 您有什么担心 关系没有啊 人家说人家有这个路子 有那路子 有这关系 有那关系 那你可以不用吗 是 我是说不用啊 是这样 它不是个法律问题啊 对 从法律上 它一点权力它都没有 对 法律上一点权力没有 您是担心 他插手以后 您失去什么呢 那人家老是 帮我搬这事了 帮我搬那事了 这也管我了 那也管我了 回头那个钱上的事 就说不明白了 那哈吧 您是楼房 还是宅基地啊 宅基地 这个男士 也没有大老爷们的那个 裹断劲 你知道吗 柔柔寡断不行 原则问题 说明了 代理 那不后悔 说不清 倒不明不行 您这个呀 用一个词来表达 叫婆媳不和 就您呢 就跟那媳妇 和这婆家不和 您是这女婿 和这娘家这些 娘家哥 娘家姐不和 对 所以你就想 咱俩是一家子 你跟他们也别和了 但是呢 你这媳妇呢 这前妻呢 跟他哥哥姐 关于特别好 对 用我的身份证 没事 用吧 不给我 也没事 是这样吧 对 你呢不是 你有点较真儿 凭什么呀 是吧 首先 你就挺孤独的了 是吧 老和娘家好啊 她就很孤独 就跟那媳妇 那劲儿的感觉 差不多了 我现在就是孤独吗 是吧 于是呢 就想了 这一辈子 等我活到八十九 她还得跟她 哥哥姐姐好 是不是这样吧 那当然了 那我这可咋整啊 得 我再找别人吧 是这意思吗 那当然了 所以您这个呀 有点这个居安思危 您想您这一二年离婚了 到现在您家房子都没拆 就是啊 你看十几年都没拆 但是您一二年 就开始琢磨这事 就防御 对不对 防御如果某一天 我这房子拆了 她哥她姐全来了 满葫芦 这我可就拿捏不住了 对啊 可能我有生之年都赶不上 对啊 可是我比你这房子 对啊 您看看 就是没有 您是个心重的人 可以这么说吗 那我试着问你个问题 说啊 那您当时跟您的前妻 离婚的时候 那您这房子 您和您前妻怎么分的 前面一排房 后边一排房 前面这排是我的了 后边这排是她的了 这他就踏实了 就您那部分就算保住了 肯定没事了 那可不 背起码我这部分保住了 你明白了 她就是不踏实 您的想法是 那部分归她的 她愿意给谁给谁 您不管了 别动 您这我也想管 我管得了吗 我管不了啊 为了一个未知数 然后就把实数给扔了 所以代价太大了 不值得 那你们俩现在什么情况 就是你住在后边 前面那排房子 她住后边那排房子 那你们俩这边 还是会低头不见抬头见 那当然了 那您要再找怎么办呢 也要再住到 前面这排房子里 再找 如果说需要我这边 提供房子的话 就上外边租房去吧 我这排房子 全都是适合租 都已经租出去 咱们要是 对咱们要是 自己住来讲的话 得住是吧 敞亮一点的 就是相对来讲 好一些的吧 是吧 那您现在也住在这儿 是吧 对 您这排房子 一个月能租多少钱啊 平均下来六七千块钱吧 所以您的想法是 如果找到另外一半 然后你们就搬出去 再租个房子 把这房子整体都租了 是吧 对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呢 您怎么想啊 事比我小的 相貌好点的 有这个退休机啊 那个有保险的 听说其实您心里 也是有一个心仪的人 是吧 有 叫秦玉凤 秦玉凤 欢迎 秦玉凤 五十一岁 山东人 离社会退休 有独立住房 想找个什么样呢 身高比我高点吧 您多高呀 近身高一米六九 对身高有要求 还有呢 开车技术好的 这个是选老公的 一个重要指标 老家也都有房子 然后也可以开车 到处去玩玩 经济上也没有要求 反正自己也有房 男士他怎么一个养自己 就可以了嘛 那需要他有住房吗 最好是有吧 他有吧 我也有他也有 在北京生活 对对对 我听说您是 有辈而来的呀 是啊 一月中旬的时候 有一位魏先生 特别让我出了一点 就是他开车的技术 特别好 我特别欣赏 您这眼睛放光呀 现在 我是那个女的 他喜欢上那个 开那个 那个大山坡 杀的杀的 那个男的 那天我看了 你喜欢刺激 是小货车的那个 你这个老头找那个女的 差十万八千里了 我们的编导 肯定是联系过他了 但是他今天的确也没有来 但是呢 他有一个回复 咱们来看看 好不好 好 然后我们的编导说 有一个男士 想上节目见你 他说 好的 一开始答应了 但有些尴尬 跟女儿商量 以后呢 他说 有一个朋友 刚给他介绍了一个 刚了解 也不知道能不能谈成 他说就先不上节目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就有一个问题 接下来要上来的女士 您要不要见 那我就先不用见了 不见了 那 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人 是吗 对 我很喜欢那人吧 喜欢差距太大 但想死 喜欢不行 还得跟你匹配 由于那天的录制 我们绝大部分人不在 但是霍女士在的 你对那个女士 有什么印象吗 你觉得他们两人 匹配度怎么样 说话要谨慎啊 叔叔可是碰到了 自己的爱情 我负责任地说 那位女士的这个 整个的外贸条件 还是比较好的 她应该这个经济条件 也不错 但是我说实话啊 我不太觉得 您能达到这位女士的 她的条件 没事 但是可能需要去争取 那对 就首先 来先生 一二三坐直 如果这种坐姿 我估计过不去 首先要坐直 因为他当时喜欢的 那位先生的那个状态啊 阳光 青春 朝夕 就是您首先 衣装要换 状态要换 整个人的那个调章 要提起来 好不好 我觉得有争取的机会 但是一定咱们自己 得改变一下 好吗 谢谢老师 给那个律师点赞 说的太对了 我就是不被表达 但是你不得不说 人这个大哥 有胆识 有胆识 有眼光 有毅力 是吧 加油 但是 听他们的说法 因为我是没有见过嘛 我觉得对您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攀起来比较难的一座高山 那我再一次给您建议 后面要出场的女士 到底见还是不见 就先不见了 非常确定 是吗 对 我建议您该见还得见 我是建议不见 这已经磕在脑子里了 你什么样的人来的 他也进不去 是吧 就心里已经被占上位置了 没地儿了 不腾空了 别人进不来的 是吗 王老师这么讲 也对 对 像18岁少年一样 羞涩的感觉 我跟你讲 最后就是先生的这个笑 对啊 打动了我 我同意您不见了 谢谢孔志愿 太天真了 想要您的条件 漂亮 年轻 哪人要是那么漂亮 那么年轻 他的要求会多好 皮肤出现异常变白 干燥起皮 泛红刺氧 皮肤敏感的问题频发怎么办 生活频道联合知名皮肤科专家 特别开展了 关爱皮肤健康公益活动 即日起至5月31日 拨打公益热线 即可享受免费在线咨询 免费三维皮肤检测 或者是专业的面部皮肤检测 以及优先预约知名皮肤科专家号 每天仅限30名 公益热线 010-6955-6966-6955-6966 来 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你好 你好 三位老师好 你好 来 这边请坐 三号女嘉宾赵树娟 55岁北京人 李懿 社会退休 那赵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关键词有三个 不想拆迁 住院子多好啊 打过工 开过店 也做过经理人 结婚当晚 就签了份离婚协议 哎呦 您这个经历可是够丰富的 对 您是住在哪儿啊 还有院子啊 在葱州啊 在张家温啊 影视城那边啊 哎 那是好位置啊 对吧 影视城马上要开业了 是吧 五一已经开业了 已经开是一页吧 门票六百 哦 您去了吗 我没去 因为今儿说 我们孩子都回来 我姑爷跟女儿都回来 哦 所以在家里这个照顾他们呢 是不是呀 照顾他们 那您那个院有多大呀 两个院差不多 四五百平嘛 哎呦 那不小呢 院子现在是怎么分配 也是租出去一个是吗 嗯 对 然后自己住一个院子吗 对 自己住一个院 哦 那应该也不小呢 一个人 对 呃 孩子会经常回来 还是平常就是你一个人在 平常就我一个人 哦 哎呦 这么大一个人子 这两个院子都是吗 对 对 对 好 您住哪儿 好 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围中间里边有厨房子 哦 这是多少间房子呀 这是七间 现在就你一个人家了啊 就我一个 都挺干净的 里边你厨房 嗯 里边 啊 餐厅也在这儿 对 您这煮什么呢呀 哎呦 我跟着理策 这这么多房间 每天收拾得快多少时间呀 所以这花没敢歪呢 为什么呀 我二十号 我要走上八东湖守 哎呦 要出去玩 二十号 下午 这是个厅 嗯 对 这大镜子看着这房间更大了现在 嗯 就是为了他绝儿 嗯 这是 我是 客人买了客人 啊 这是客人住的地方 这是您住的地方吗 啊 收拾得挺干净的 我看见 我这衣服 我都没点 喝 你看 这皮盘 都路过来 这路过来 这辣机 比三十五万 还真是 等一下 一简 接一简 然后路吧 都不是一简 你会儿 都是双子吗 定做的这个是呀 对 看不 这是九零年 那你旅游谁给你喂狗啊 我妈是谁吧 就搞一个靠谱了 要给他钱 挺漂亮 挺漂亮 就一个人弄得挺好的 他几间 十四间 十四间 十四间还多呀 我那院在多少呢 您这大院子 自己住的舒舒服服的 另外能租出去 那个能租多少钱一个月 一年差不多三万多一点嘛 你看 这这些钱实际上 就是纯攒下来了 对啊 因为其他没有什么花销 对啊 您第一印象怎么样呀 从哪哪 好 您那些房子都自己 挣不出来的 都是我一点一点盖的 我自己买的人家旧房 九几年的时候 盖这房花了多少钱呢 就光盖里面花了六万 从别人手里买的这块地 然后呢 又花了好几万盖了这个房 您当时是您那村里边 不是首富也得排名前三甲 那时候盖房很少 因为我盖那是三米六米的 说明您当年在您村里边 的经济条件是非常好的 她的条件跟我好来 没多大关系 好 当然是条件好点 是谁都是喜欢的 但是你不能意外对方 我装修子就往城里走 因为我八十年代 就在城里边 过外一公司上班 而且我跟你说 姐姐要求很高的 那租户那得挑啊 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租的 打电话 先问你 有孩子 有孩子 有老人 有孩子 有老人 不要 为什么 乱呀 有孩子也不成 两个十个大人 不搁一个孩子 没老人 没有小孩 他不白天都上班了 白天都上班 晚上回来 晚上回来 那你真生气 长租短租 短租不租 因为我还得上班呢 我跟九年 我还得上班呢 长租要多长时间洗 一年 最少是一年 还得压一复三 对 压一复三 月月尽钱呀 房租啊 不催老板 所以也不缺租户 是吧 对 尤其您那边 这个环球影城一开 对您来说 更不缺租户了 现在我也不想租了 因为我就想玩 我二十号 我就跟他走了 去哪啊 东南 五个省 走十二天 所以姐姐现在是那种 咱不差钱 咱就把日子过好了 过得很舒坦 是吧 别让心情不愉快 就OK了 是不是 对 因为咱也是见过 大风大浪的人 你看我们第二个关键词 打过工自己开过店 还做过经理人 咱来了解一下 咱们这个三号女士的经历 最早从等于是通州出来 去打工的 做的是什么 国管一公司 国务院管理局下属单位 那会儿是合同工 三年一千 嗯 安装联机上大西北 那个城市都跑到了 做的怎么像是男士干的工作似的 因为我管财买这块 还有这个后勤这块 那个时候您还年轻吧 十九吧 哦 平常性格的 因为他能干 能吃苦 你跑西北 他能去 能出差 能做事 那后来为什么不干了呀 经理给我说 说一个对象 我不愿意 嗯 为什么没看上人家 他个儿矮啊 他比我大 哦 大很多吗 比我大 九岁了 又比你大很多 然后比你还矮 嗯 所以没看上 您这次在择偶 对个头也是有要求的吗 就一般这个 勾一比七吧 哦 你不勾一比七 你也差不多吧 哦 一比七男人 六七 一比六七 就说一比七 也看不出来 就先走一圈再说 对 就说一比七 所以当时是因为这个 你没看上 嗯 然后就不干了是吗 他老敲的我呀 我说我不干 他说那不干 你这个工作怎么办 我说那你另行高明 那后来怎么着 就自己开店去了 自己开店 开什么店 采缝店 哎 你以前这个学过这个吗 因为有业余时间嘛 嗯 就是就学的嘛 嗯 我听说最早还是因为 让你妈也做件棉袄是吗 嗯 对啊 那时候我刚十几 十四岁吧 是怎么回事啊 同学年的时候嘛 就是我说让我妈 我说你看 我说秋林他妈的白菜 莓奥给拆了 我说你能一包米奥 我说你也白我米奥 给我拆了得了 我能一边啊 我妈就没理我 就出去了 就上前院了 就上我三爷上家了 我就白米奥给拆了 拆了我就上我三爷上家 解红炉去了 就这么一圆的铁丝绑的 那个 红的孩子戒子用 洗完了你得搁炉上烘 烘完了 那时候都干了 晚上我就 我就坐 我坐在夜里一点 坐完了 我妈睡觉了 我说妈 你这回庙子 我坐完了 那会有人教过你吗 没事啊 我妈又说 我妈你这怎么叫她呢 她左手 你说我叫她 怎么一边叫她 你这是 七个捕捕 八个捕损的一个人 那后来怎么就想到 要开一个裁缝店啊 因为她们一日会坐呀 取舍做到谁会坐呀 一个月能接多少活呀 踢广告去 你看还有广告意识了 我就上母亲院那儿 赏我这自己 赏料 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因为我是联工来料 差不多这一套活 做下来两天 挣三百多块钱吧 那个时候那是九几年 九五年吧 那怪不得呢 您能盖起那么多房子 又买了块地 那真的是村里 先富起来的一拨人啊 有头脑 一天要这么能干 就是绝对头脑 这个经理人这事 肯定是跟裁缝店 没关系了 对吧 那又做的什么呀 开保安公司 没想到吧 姐姐开保安公司 您那个思路 真的是挺超前的 就是给人家各个公司 提供保安是吧 那些人你从哪招啊 拿下北京市的 那个招公指标 去干支部那边 招来了 是不是还在培训啊 培训三个月啊 一听这个保安 都应该是男的 对啊 你女的跟他们打交道 你觉得会 因为我有合伙 合伙人啊 所以也大约能明白了 您这个岁数 其实不是很大 但是也觉得 哎呀 我现在就是要享受生活 因为过去 我也经历了很多 是吧 也干了很多 也积累完了财富 接下来 咱就要享受红利了 对不对 其他男生 如果对他感觉还不错的话 也可以还再次上去 我就不去 我怕影响我们哥们去 还是上吧 让他多有风采吧 就是 上吧 男生上的多了 他容易骄傲 但我觉得您这婚姻挺逗的 怎么结婚当晚 就签了离婚的协议 因为我本身 我不想跟他结婚 我爸拿套手拍 我说你都要拿套手的 还不结婚 因为如果在农村呢 就是说跟我这么拿套手 人都有两个孩子 嗯 就大你 24周岁 哦 24 然后等于是父母 给你介绍的 人家给我介绍的 就说的他挺好的 什么的 额额额的 我也没看上 我说你说过去 你说让我接 我给你接 我说接了就离 要搁钱的 我就走了呀 我就上厂里边上班去了 那不是还傻吗 按理说 按理说 像你追求的人不少 没有一个你能看中的吗 没有 一个都没有啊 没有 所以当时人给介绍了 那就是他了 你怎么跟人说了 结婚那天 就要签离婚协议 我说咱们就快 都生活一年 我所有赔的东西 我都不要 都给你 你当时赔嫁过去什么了 雪花冰箱 还得提前订购 是白蓝 是白鱼的洗衣机 我忘了 落着的电扇 飞鸽的 紫车 烟盘的缝纳机 连监狱呢 都赔了 我该买的东西 我全买了 你当时何必呢 非要结这个婚呢 你不是让我会结 我给你结 反正是完成了 父母的愿门 你不爱这个男人 你为什么要结婚呢 你这样 既耽误你自己 又耽误人的男的 她就不是命 就这种女权人 她不是命 对 你越强迫我做什么 我越非得不做什么 她心里 眼里就没有她 你真的吗 结婚当天 你跟她谈这事 一年以后离婚 我什么都不要了 那她当时 真跟你签了吗 签了 写了 我写的她签的字 那怎么后来 有孩子了呢 刚年后的时候 我就连班 三点下班 夜时一点 还要上班 我说我睡觉 我说那我找裴安定吃吧 我说这边安定 睡着了 就这样 之前你们在签离婚协议的时候 是说好了 不在一起住什么 对 我在沙发上睡 她在床上睡 你在沙发上睡 就因为这次怀孕了 你当时想要吗 这个孩子 不想要 我妈在我去二半诊 现在就是新华医院 医生都做不了 我拜的就是高 做不了 我说我们家遗传 都拜的就是高 我妈也拜的就是高 你妈当时甚至还支持你 这个孩子不要了 我妈跟着我去的呀 那是个小女人呢 忍了 这边的忍了爸 她又不是小女人 她是大女人 她能开保安公司 这些帮老爷们 她都给她摆平 她是能人 那有了孩子 是不是你们俩的关系 就能好一点啊 是啊 我就是要给她找 那个干内装修嘛 就那个时候 她就耍嘛 从我跟她结婚以后 我知道耍 我前老丢 她是玩牌是吗 对 我跟妈讲 她是牌都会玩 我是什么牌都不会玩 那一年以后 也不考虑离婚了 我说有孩子 就先操入货呗 她越耍越什么 她上我妈那儿要钱去 我上我爸那儿要钱去 我们家开那个 秦始绣历场嘛 不给钱她哭 她不懂 回来我爸熟了我 我爸说 你妈不给钱 我说我给她钱吗 我说我给她二十块钱 因为每天带饭 我说一样 我都给她买好了 这你对她还真是挺细致的 是啊 本来一年之约 最后是过了多少年离的 三年吗 九三年 也就三年 嗯 九三年 结婚了 回想要孩子 有孩子了 很拜托 我说一样 受到了屈辱 你得跟她离 最后屈辱 也得争 您在离了婚 这么长的时间里 从来没有谈过 任何一份感情吗 嗯 几乎就没谈 因为了孩子 你们家孩子手气怎么办 嗯 您这女人 要是一说出来 都是心酸话 都让男人心 心疼 有您看上的吗 有吧 哦 谁啊 李云旺先生 她是什么情况呀 我觉得她的人挺诚实的 挺踏实的 那你算说对了 就是诚实踏实 我们编导也特别费心 把她再次请上了 选择的舞台 我们把她请上来 好不好 来 掌声有请 你好 大家好 兄弟姐妹 大家好 您那不怯场 我怯场有什么用啊 所以就不怯了 心理素质好 行 我看这个 一物降一物的人来了 四号男嘉宾李云旺 六十二岁 廊房人 丧偶 社会退休 这就是您喜欢的 李云旺先生 是吧 他挺能说的呀 对吗 还没觉出来的吗 来 没有 我们再具体的了解一下 那您现在是住在廊房 还是 住在首都 户口是在廊房 是吗 户口廊房 你住哪片 大兴 购买店 那怎么样 对我们女士的印象如何 就这位女士 是吗 对 我得问清楚 第一漂亮 刚才我在第一丑了 我挺感激 真的 印象还不错 是吗 可以 相当不错 你跟本人见的有这种差异吗 我觉得 多少有点 差异在哪 老一点 没事你说吧 比那个看的就是老了一点 老一点是不是 这样的 那还是了解一下基本的情况吧 好不好 来 有缘前你来相会 无缘对面守南千 场上的两位能否擦出爱的火花 接下来进入更想懂你环节 我们有一些必须了解的 子女情况有一个女儿 结婚了 对吧 也有外孙子 是不是 对您在找她是什么态度 我闺女不报道名 所以很支持 是不是 好 您呢 两个闺女 两个闺女 都结婚了吧 都结婚了 要不我也不找 那三个子女对您在找 他们什么想法呀 他们没想法 是支持吗 还是保留意见 您愿意怎么 他们 不知道 不知道 您不止一次来选择了 还不知道吗 对 肯定不知道啊 您怎么把这保密工作 做得这么好 我不保密 从来我不保密 但您也没告诉他们 我跟他们说不着 那万一您找了一个 他们三个人 其中的一个不同意 怎么办呢 他敢吗 您在家里 可以做主是吗 相当能做主 行 那就好 健康情况 我身体健康挺好 我长这么大 没吃过药 看您对体态 没有什么三高吗 我有一高 就是上的跟太高 怎么叫上的太高 恐高 不怕高 不是恐高 不怕高 那好 你不是摘什么 还是我也是 他当相手演员去 说个玩笑 觉得能聊到一起去吗 不怕高挺好 不怕高 给你摘草吃 是吧 不是 我们家过去怕高 摘香醇 都是我闺女摘 摘什么 摘香醇 香醇 那个柿子是我的 就啪哩啪哩往下掉 谁讲话 他不敢摘 收入 女士的收入情况 您大爷知道了吗 我了解不了解 无所谓都 您自己的收入呢 我这个是个农民 咱该怎么说 是个农民 我指什么呀 我就指着我这一年 给我个两三万 做这个生活费 特殊情况呢 特殊对待 那您大兴那房子 是怎么买的呀 姑娘的 等于您名下 是没有自己的房子的 北京名下 没有我的份 廊房呢 廊房有四套 都是楼房 还是像他这样的院子 楼房 拆迁呢 这个您知道是吧 拆迁得来的四套房子 是吧 就是大兴机场 拆迁 别的不远 所以他的经济情况 您大致是了解的 对吧 好 就是基本的情况 想问对方一些什么 其他你们想了解的 您那大柿子 是墨盘柿 还是小柿子 火柿子 大柿子的鼠肥盘了 花椒 加有花椒乳 真替人摘柿子去吧 有考虑过 将来有可能 跟他生活在一起吗 你都可以想 对呀 让我看这男同志 还得严肃点 更好一些 就更好了 咱们来互动一下 我们做一个情景模拟 两人约会 约好了 大后天要见面 但提前一天 您有个事 闺女那边有个事 您就跟他说 见不了了 但这个事呢 您怎么跟他来沟通 我们来 我这边有事了 对 肯定去不了了 这怎么办 肯定去得了 就是您是排除半男也要去 是吗 对 孩子的事跟我的事 他不重要啊 孩子就有孩子处理了 我的事由我处理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这种男性 他就贫 就比方说 跟你把腿给摔了 家里真是没有人了 只能让您去照顾了 真走不开了 这一天 怎么办 真去不了了 我把这点事情 说给您了 你也知道我去不了了 你打算怎么办呢 那您就先办 您那边的事吧 把那边的事办得当了 咱们再约时间吧 谢谢你的理解啊 没关系 谁都有事 之所以要做这样一个情景模拟 你是因为我们女士真的碰到过类似的事情 头天预好了 就是说 微信 说好了 在南尔见面 我都坐上车了 我一看着微信 谁发的微信 我有事 过不去了 什么时候发给您的这条微信 夜里是二点发的 因为我夜里都是那个静音手机 所以您没看 第二天就出发了 然后怎么着就坐车又回来了 我使完那儿我总说我回来了 所以说嘛 就像您说的 咱提前知悔一声 是不是 打个电话 您是会打个电话 还是发个微信 直接告诉他 我去不了了 发个微信也合适 发了微信他没有看到 于是他就走了 没有反应再打电话呗 反正你十二点发了个微信 然后他没有回复 你会怎么办 再给他打个电话呗 十二点再给他 电话再不同 那就是等待了 十二点再给他打个电话 那是 那十二点他都睡着了呢 他睡着 吵醒他呗 好 那要有事情 那绝对应该就吵醒他 十二点了 对方没回 要不有事 要不睡觉 睡觉的可能性更大 是您有事 不是他有事 您轻易一个电话打过去 对方有可能 这一晚上就不用睡了 如果换成新戏一辆人 有没有可能 我第二天早晨六点半打 六点打 也许事情也解决了 他也睡好觉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刚才整齐的表现 我想会不会你是因为您太紧张了 太兴奋了 遇到了一位女士说 今天奔着我来的 有点紧张过度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解释得通 如果说您确实平常是这样的话 咱们应该收一收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 已经悉数登场 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 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最终选择环节 好 一号先生 您手里的玫瑰 准备怎么办 我准备退出 放弃今天的选择了 是吗 没有合适的是吗 好吧 那二号说说 我那个 跟那个一号 同样 我以为你要献给一号 是跟一号先生一样 放弃是吗 选择一样放弃 好 来三号先生 我也放弃 都没有合适的呀 今天的女士们都很漂亮 没有一个选择的 好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四号先生了 这是怪谁呀 怪我 我给闹的 三号女士是冲着您来的 谢吗 不管谢不谢 我先谢谢我的妹子 这花啊 太陈旧了 我要送以后 我就送一个鲜艳的 最好的 你没有相中她是吗 不是 那你送还是不送 我对她了解不够 第一面的感觉 觉得有可能 感觉挺好 好 来 三号 来站这边 你还真敢过来 来 你要真过来 我这花我可真要给你了 想不想送 来 接了吗 谢谢 哇 恭喜两位 来来来 怎么样 老说我不成 我咋不行 来来来 牵手 那今天的节目到时候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63岁的张女士 晚年选择与朋友一起度过 但 看看都这个点了 咱们再吃饭去了 行啊 咱们吃什么呀 又来电话了 老公 那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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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选择 不一样的生活 我